首先很高興Ada邀請我今天和大家一齊可以聊聊天 其中一個背景的原因很簡單 其實我自己在牛津大學讀碩士和博士的時候 其實我研究的題目就是香港製造業的外發女工 當年80年代的時候有很多製造業的女工其實都在家裏照顧小孩在家裏工作 所以當時我已經認識了一批蓬盤女工 當然今天來到更加高興見到蓬盤的科技已經有進一步的發展 跟我以前認識的蓬盤機已經是很不同 你可以想像我自己在80年代初期到中後期去做我的田野工作的時候 其實正好是感受到香港工廠北移的過程 就是慢慢看到我那時候進來有愛村安定村去做訪問 開始看到很多的蓬盤女工在夏天就很忙的 因為要趕這個聖誕的課 慢慢看到我那個田野都差不多完結的時候 已經開始慢慢感受到都有點闖北移了 所以變成他對再外判出去比在家製造衣服的人就越來越少等等 那時候我其實心裡都有強烈的感覺就是 其實香港有一批的工友其實是有技術的 那他的能力其實是應該可以在那個行業裡面來說 是有一個更進一步的發展 那而因為工廠北移之後呢 其實事實上也都很可惜 其實是沒有人盡其才的 那當中包括到可能是無衣的工友 也包括到譬如說製衣業裡面有很多的技術的工友 有些是懂得整件起的 有些是做這個雜骨啦 做雞鷹啦等等 是車得很快的工友也都會有 那但是因為當時大勢所趨 所以變了慢慢看到香港的製造業的轉變 那製造業的轉變呢 當然其實香港很... 我傾向於認為 或者我自己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寫了一批的文章和書籍 都有提過的問題就是 其實都很可惜就是 當時是沒有人很認真去看回 究竟這個這樣的轉型 對回其實未來的人口 或者是再對下一代的人 它的影響是什麼呢 那因為... 沒錯啦 很多工廠去了內地之後 它會發揮另一種功能 亦都是它可以擴大它的規模 但另一方面來說呢 始終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有一批的工人 那究竟它怎樣適應呢 甚至到是... 慢慢製造業務之後 對香港整個社會的機會結構的影響又怎樣呢 那因為好現實來說 就是每一個社會 當然我們都有我們的理想 我們希望 我們從好的角度來說 我們當然是覺得 香港經濟轉型之後 會變成一個所謂知識型的經濟 但另一方面來說呢 我們都要面對現實就是 在這個知識型經濟裏面 其實有部份是一個知識型經濟 有部份其實到現在都是一個服務型的經濟 這意思是我們還有大量的人 在做一些所謂勞動物責 長工時低工資的一些服務行業的工作 但是在這裏工作的有一批的人 其實可能他有製造業的技能 他其實可以得到一些更加好的生活 都未定 但是內行的行業沒有了 也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全面去評估過 譬如像製造業那樣 有部份的下欄工作 去給一間細廠 那間細廠有些下欄的工作 會拿到一個安置區 或者拿到一間公共屋村 給一些外法的工友去做 於是你發覺到有一個部門 會扣連另一個部門 你要做衣服的話 你要有樓 有樓 可能你需要有其他的方法 包括去打磨那顆樓 等等的工序 你需要做衣服要有線 你需要有布 所以製造業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跟很多的部門 都會互相扣連 你要做一個手錶 你要有電腦 你要有零件 你要加工等等 但是你隨著製造業 北移了之後 其實就慢慢很多的相對部門 都會收縮了 而以前這類不同的部門 也都提供一個有趣的影響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社會 是很單一的機會結構 換言之 如果你是現在相對高學歷 你是投身在金融 財經 專業服務等等 當然有一個 挺好的前景 但是 我自己在大學教書 我自己在從政教學工作 亦都很現實 大家要面對的現實 就是說 我們總不會有百分之一百的人口 個個都是要讀書的 可能有些人 可能在年輕的某個階段 讀書對他來說 不一定最重要 或者他不一定最有興趣 但是不等於他沒有能力 但是現在我們來說 可能我們很多的職業 教育背景的門檻都很高 我們怎樣提供另一類的機會 給另一類的人呢 例如他不是走一個 純學業路的人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發揮到他的長處 或者發揮到他的那種能力呢 所以今天很高興見到這個計劃 我自己覺得 剛才聊天時 都會講我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一個成功的社企 一個特點就是 你開始的時候 不只是想著 只是想著去幫人 如果你只是想著幫人 去遷就的話 我覺得你不會是一個很持續發展的項目 我今天看到這個項目的成功地方 就是他能夠結合到民間的一些技術 亦都結合到一些商界的朋友 他們的專長 或者他們的知識 亦都認識那個市場 究竟需要怎樣去定位 而你能夠清楚定位 譬如教育高檔次的毛衣 那時候你去想一下 究竟怎樣去找適合的工友 然後發揮他的技術呢 我覺得兩者合二為一的時候 你才可以拆出火花 才可以找到一個長遠發展的路向 而且會是 跟很多人以前的說法不相同 就是不要以為這樣 就不可以將一些 好像叫過了時的行業 重新拿回來香港 以為香港好像成本相對比較高 所以一定是不可以持續發展 我覺得今天 AIDA他們的成績就是告訴我們 在這方面來說是有可能的 甚至我覺得 可以有其他的行業都去想 不一定是那個人無醫 譬如我們有很多工友 是他做成衣來講 或者時裝 他懂得整件起 其實有部份的人 到現在還幫助一些 香港的很小的店 小店裡的布鐵 是幫他做很多的工作 例如他改衣服等等 其實這些人都有他的技術 問題當然 如果你說叫他去跟南亞 甚至非洲去競爭 車白衣衣服 我們當然是沒有辦法 有那個競爭優勢 但如果你是說一些 複雜一點的時裝 那會怎樣呢 同樣來說 我相信很多行業都有這個 這樣的可能 所以我相信最重要的都是 我剛才說的 就是民間的技術 商界的智慧 甚至可能其他不同行業的人 包括教育界等等 大家可以一個合作的話 怎樣去找到一些 新的有創意的想法 從而能夠重新在香港 可以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一個新的社會環境 一個新的結構 甚至可能是說 一種新的氣氛 一種新的價值 所以我很支持這個計劃 其實我記得幾天之前 我們還在通電郵的時候 我就說 因為他們的口號是 積出尊嚴的樣子 我就說 其實不只積出尊嚴 還應該積出尊重 因為 至於剛才所說 我自己八十年代的時候 就去田野跑很多屋邨 認識很多的工友 其實都是做製衣 做玩具 做手錶 做蓬盤等等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很多時候 工友都會教我做事 那時候就很好笑 其實教完之後 我還記得有一個工友跟我說 他說 你連車行直線都載不到 你在製衣行業 沒有什麼希望的 你專心讀書 你不是我們那一行的 但我覺得 其實技術是值得尊重的 技術是應該 我們提供的機會 讓它可以重新發揮出來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成功的例子 多謝各位